大家好,這裡是丹菲來了,我是丹菲 歡迎來到仙境傳說新世代的誕生 今天新世代又改版了 我們來看一下改了一些什麼東西 1月23更新公告,他增加了NPC好感度 他說這些具體開放的NPC名單有這些 他寫說本次更新將會推出一系列的NPC 深度探索每位NPC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 透過贈送禮物或完成任務不斷拉近NPC的距離 就是增加跟他們的好感度 解鎖的好感度玩法 可以透過學院手冊的NPC頁面查看 然後更多NPC也將在近期與冒險者見面 那目前開了這些 再來是GBG的優化 今天有打,但是還是覺得很不理想的這個GBG成戰 就沒什麼感覺 不是很想要去參加啦 就是去摸一下然後結一下那個飲裝裡面的參與度 這邊有其他優化調整 然後新增新春貓手商團特惠禮包 等一下可以來看一下 但是就是蠻費的 下面的這些大家想看可以 也是一樣可以按暫停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貓手商團的禮包 有這些變身樹葉 真的有點不是很吸引人啊 什麼牙苗這個 種花種草這種東西還要花300塊 而且都是白卡 我覺得不是有太多人會花這個錢啦 我是覺得這個非常沒有什麼 就是裡面東西都不怎麼樣 好意思叫禮包 如果全部加起來330可能會有人買 但是算了 好 再來就是他說學院手冊裡面嘛 NPC 那現在所有的NPC上面會 有開放這個好感度的NPC 他左下角會有個愛心 然後我今天有去看了一下 像這個我已經捐5個了 所以他有好感度25 那他喜歡的是沙擊 羅莎 他喜愛之物 那他一天一個NPC可以捐5次 這個沙擊你捐的話 他是增加5%的好感度 所以捐5個是25% 這樣蠻快就100了 那今天還可以贈送禮物45次 表示說一天可以贈送50次 給你想要的NPC 然後增加他的好感度 但是我看好感度獎勵這邊 有20% 50% 100% 他就給上面這些獎勵 像有些NPC 像這個卡普拉服務人員的W 他的好感度的20% 50% 100% 後面都還有一個解鎖的物品 三列都是問號 是覺得先追求這個後面有新的東西 拿林子穎的來看 像這個後面他會另外再有 就是特殊的東西 那我覺得先把這些捐滿比較有意義 其他這些就是有捐沒捐 其實也不是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選這個普隆德拉的 這邊有愛心的有傑克達爾 我們去看一下 哇他好感獎勵後面有隱藏項目耶 所以我們先看這個吧 這個傑克達爾不愧是中央交易行啊 他需要課金才能解鎖他的這個贈送好感度 那我們先看別的好了 這個愛麗兒 網路上找到的資訊是要在他身邊停留5分鐘 然後他的好感度100才有解鎖特殊隱藏物品 但我覺得他的褲子有點老派耶 這個褲子是什麼年代的啊 網路上找到的訊息是他最喜歡的是蘆薈 會加2.5% 再來是南瓜1.5% 沙漠番茄1.5% 我晚點會把每個NPC最喜歡的物品貼在旁邊 給大家參考 好解鎖了 剛剛他有跳出一個通知說 你解鎖 那我們來看一下果然多一個贈送 那他喜歡的是蘆薈 好我們先來測一下 是不是送蘆薈 他好感度會增加的比較多 我們先送一個看看 是不是加2.5 哦對2.5 那我們把全部的蘆薈都給他吧 因為每個NPC他只能一天接受5次 所以只要準備5個就夠了 那如果你以後想要針對哪個NPC 你就把所有的好感度的物品都先買起來 每一天時間到就送給他就好了 我們可以用右邊這個好感度排序 把我們有開愛心的全部都排在左邊 我們下一個是遊樂廠商人 這個好像是在南門外 我們先找看有沒有在城內的 阿斯泰爾 我們去看一下阿斯泰爾 這個阿斯泰爾他的好感度贈送觸發的條件是 要打一場副本 那我記得我今天有打過 那我打的是普通 可能要打困難通關才有辦法觸發 那我現在去測試一下 等一下回來 好我們打完了 我們現在回來看一下 真的 所以普通的打過沒有用 一定要打困難的 那他喜歡的物品是 下水道金庫的物品 你從下水道那邊打到的掉落物 他都喜歡 那我這邊沒有 下水道金庫已經離我很遠很遠了 哎呀呀 可以用別的給他嗎 沒關係我們給他高一等的好了 高一等然後又不好賣的 呵呵這個好了 夾腿 送你一根 哦3%耶 所以這個也可以耶 所以海盜從副本的給他也是3%耶 哦 那我們接下一個 下一個NPC是 剛剛是阿斯泰爾嘛 哦因為我捐獻 所以他位置調動了 那商會勒 商會的喜歡 哦他有兩個耶 他有兩個隱藏物品耶 他的解鎖觸發是 湯姆迪亞 就商會的好感度觸發是 烹刃等級 所以你的烹刃 因為我沒有練烹刃 所以這我沒辦法解 之後解了再來贈送 但這應該要開一下耶 我看一下烹刃怎麼練 生活 烹刃 水草 南瓜 草蝦 這加靈巧了耶 靈巧對我蠻有用的 這是幸運 這只要一個耶 然後叢咏10個 叢咏青蛙咧 經驗獲得5 所以我1000個要解鎖到2的話 是不是要做201個 那我們來買 好 現在烹刃等級2了 既然等級已經2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商會這樣有沒有解鎖 烹刃剛才從1到2了 沒有開耶 怎麼會這樣 好吧 這之後再來看一下 他的解鎖方式是什麼 好 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 卡普拉服務人員W 他的觸發好感度方式是 傳送100次 所以這之後 大家應該不知不覺中 就可以解鎖了 因為走來走去就會傳送到 他的喜愛之物是 最喜歡的是薰衣草 加2.5%的好感 那其他是像什麼 蘆蕙啊 紫菜啊 海帶啊 這些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 格雷斯 他觸發方式好像也是烹刃 但好像是烹刃3等以上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如果是2沒有辦法解鎖 所以應該是烹刃等級2等以上 才有辦法觸發他的好感度 那我們下一個是 微笑小姐 這在南門的嘛對不對 南門的話跟這個 這個也是在南門 福樂斯 我們去看他一下 他好像也是烹刃度 才有辦法觸發他的好感 所以這些烹刃才有辦法觸發 就表示他們是吃貨就對了 你要是個廚師啊 餵飽他 他才會對你好感 喔 果然不行啊 沒有辦法 那我們去看下一個 是不是也是吃貨 下一個是這個微笑小姐 喔 他也適合吃貨 那他的喜好物品是 洞窟香草 我們去買一下 好 我們先送一個看看 你測客 喔 果然是5% 果然是5%啊 都給你 都給你 25%達成 他沒有隱藏特殊物品 所以就就就就就就這樣吧 好感度25%對你態度平淡 多淡是要多淡 好 我們往下一個程式 前進 孟羅克戴弗尼 哇 他的這套衣服可以耶 是刺客的服裝嗎 刺客有這麼辣嗎 可以耶 好 我們去找他 他的好感度觸發是 是通關一場金字塔副本 我覺得應該也是困難的程度 才有辦法觸發 那他喜歡的就是金字塔裡面的掉落物 是不是 我們來測一下 先送他假腿啊 3% 送他假腿就對了 好 下一個 他沒有隱藏物品 他也是吃貨 他觸發好感度贈送也是 料理等級 應該也是等級2以上 現在我沒有辦法觸發他的好感度 不過我一點也不在乎 因為他沒有隱藏物品嘛對不對 不重要 下一個 來一拉 來一拉 那他的好感度觸發方式就是 學院手冊裡面已經有解鎖 就可以觸發好感度 那他好感度的物品是 沙漠番茄 但我覺得他沒有隱藏物品 我就找一個 我就找其他東西給他好了 這個咧 這個你喜歡嗎 番茄嘛 雖然是蔬菜 還是你要這個 送你這個 1.6 這個咧 一樣1.6 蛋咧 也是1.6 這個咧 鹽 也是1.6 螃蟹 好像比較喜歡螃蟹耶 螃蟹給比較多啊 其實你喜歡吃海鮮對不對 都不怕痛風嗎 好 下一個 好像沒有咧 對不對沒有了 好 往下一個程式 積分 再一個 普利希拉 他要解鎖惡魔古堡的副本 這應該是 78等的副本 現在沒辦法解 而且他沒有隱藏物品 所以 先跳過 再來就是 這裡 妮可拉 妮可拉斯凱基 那也是一個吃貨耶 他也是要烹飪等級 我覺得我應該不行 可能也是要 3 4等以上了 最低最低 應該是 就可以觸發他好感度 果然沒有 好 那我們下一個 反正他沒有隱藏物品嘛 不重要 然後這個是 王國流行服飾 英格拉爾 有沒有 哇他有狼頭耶 他的觸發方式是 天道眼球 好像是要打狼系的怪物 才會掉落 看看交易所有沒有 有耶 各十百千萬十萬 27萬8 產出到一個量了以後 就會往下跌了 而且他是一直都在 所以 其實不用急著去解鎖觸發 好 這邊很少耶 下一個 斐陽 斐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維拉德 一樣沒有隱藏物品 這維拉德一樣 就是你跟他對話過 那選手冊 有解鎖 就可以觸發他的好感度 那我們去看一下 他喜愛物品是 釣魚的材料 他喜歡吃海鮮啊 我們給他吃螃蟹啊 3%都給你 喜歡吃海鮮 這個也給你 好 他是海鮮控啊 好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 艾勒貝拉 他也是吃貨 所以烹刃等級高了 才有辦法觸發他的好感度 現在烹刃等級不夠啊 所以 但是我也不care啊 他沒有隱藏物品 那這個是 下一個應該是葛豪 然後他的 他的觸發好感度贈送是 要打一場月貓副本 那是68等才能觸發的副本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打 不過 他也沒有隱藏物品 所以其實 可以不用太在乎啊 下一個 奇怪 為什麼他們這些 我明明選在肥羊 然後這些都是出現在愛爾貝塔 下一個 是不是因為 因為沒有愛爾貝塔 所以他們就出現在肥羊這裡 好那我們就去這個 貝利斯就是 只要你 你只要跟他對話過 那血緣手冊裡面 就會解鎖 那你來找他 就已經觸發了這個好感度的贈送 那他好像也是喜歡吃海鮮 尤其是煉魚 哇 75耶 我們買一條就好 應該會加5% 好沒錯 他的好感度 是5%的 好感度這個煉魚是5% 那我們再送他其他的魚 因為他也沒有隱藏物嘛 所以不用對他太好 所以其他魚也是加3% 所以也OK 我覺得他這頭是蠻可愛的 他頭上這條魚 好大喔 想要他頭上這頭是 超Q的 這魚也太好笑了 好下一個 然後這個螺素 那這個螺素 觸發他的好感度 只要打一場58等的副本 那我想應該也是困難 就海神那個副本 因為更新到現在 我還沒有去打那個副本 所以現在也沒有辦法觸發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觸發 他的好感度贈送 但他也沒有隱藏物品 所以其實不急 遲早都會打 所以我們下一個 雷切爾 那他觸發好感度贈送呢 是你的烹刃等級 要再等級5 那現在我只等級2沒有辦法觸發 他也沒有隱藏物品 所以其實就 可以先放著 呵呵 先放著 好我們看下一個 我們往下一個城市前進吧 那這個 斯佩拉 哇 他穿吊帶 哇 這這這這這合法嗎 那斯佩拉觸發他的好感度的 是要通關一場海盜船副本的 應該也是困難 才有辦法觸發他的好感度 那他也沒有隱藏物品 所以我就不去打了 因為這之後 隨便打都會過 這就不急 那諾維亞 我查到資料是 他通認等級2 就可以觸發他的好感度 那我們去看一下 喔 真的 所以等級2可以觸發 他的好感度 他最喜歡的就是南瓜 南瓜好像可以加5% 對好感度5% 那我們買了5個 全部都送他 好 25%好感度達成 那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 朱莉 他觸發方式就是 跟他對話過 血緣手冊解鎖 他的好感度也就解鎖了 那我們去找他 他頭飾真的蠻可愛的 這卡普拉小姐 卡普拉小姐姐 那他喜歡的物品是 沙漠番茄 但因為他沒有隱藏物品 所以我們就 給他吃魚吧 啊給他吃田螺啊 法國料理啊 田螺啊 他喜歡啊 3%啊 3%啊 可以啊 那我們下一個 好像沒有啦 好 那今天的NPC好感度介紹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讚 訂閱 分享出去 那也幫我開支小鈴鐺 讓我有最新的影片上傳 你們就可以收到最新最快的通知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